大家好,我是K猫,欢迎回到看电影了没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步履不停 这部电影是K星人Winnie,Lumia,LV Singer推荐的 么么哒 恒山家安居海边异域是众多普通小镇仨庭中的医护 不经公平曾是医生 退休后亲人叫家庭诊所 母亲忍资是家庭主妇,即是年如一日地守着这个家 子女们早已长大离开家,女儿妾奈美嫁作他人妇 次子梁多是绘画修复师 张子春平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了医生 在15年前未知落雪儿童溺血身亡 每逢春冰的忌日,常日里平静的恒山家便热闹起来 梁多在车上已经想了许久 要如何退掉单一母亲在老家过夜的事 她甚至问妻子尤加利能不能借口说临时尤加长会连夜赶回家 她不想逗留过久是因为自觉和家人没什么话可说 小时候她因敬仰父亲职业的神圣而居下智能的诺言 要和父亲兄长一起当医生 可父亲似乎只看到兄长的好 从来都不在乎她的努力 她在兄长的光环下活成了一个影子 兄长死后也就永远成为了父亲心里最好的儿子 梁多永远比不过,她干脆放弃当医生 去异地做绘画修复师 如今她失业了,还娶了个带着脱油瓶的寡妇 在老家的时光并不如梁多想象的煎熬 母亲拿手的玉米天妇罗把她带回美好的童年往昔 以前他们家旁边是一大片玉米天 有次父母偷玉米回家做天妇罗 玉米刚下锅,邻居就拿着田里的玉米说要分享给他们 父母都愣住了,梁多机智地说了一句 妈妈,这样你就不用跑到商店买玉米了 可是这番话却被母亲记成是大哥说的 连父亲也觉得那是大哥塞油的小聪明 梁多救着天妇罗将真相咽下肚子 甜玉米,竟是酸涩的滋味 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梁多隐瞒了失业的事 顺着姐姐说,绘画修复师是话的医生 小心翼翼地夸赞自己这个行业的前景不错 连大学的专业都成了热门专业 可父亲只是一直盯着报纸,不作声 梁多至少没去地闭嘴了 母亲捧场地夸她自小手指就很灵活 姐姐千奈美赶紧转移话题 说有家里的酒量真不错 母亲突然想到淳宾的妻子信息也很能喝 自从淳宾出事后 信息就不在灯门拜访 只是逢年过节积喝卡给两老 母亲感叹道,要是有生孙子 她还能有理由找人家 父亲却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换个想法,没生小孩也好 否则带着脱油瓶很难有第二春 母亲干净打圆场 打游家里和千奈美去看梁多小时候的照片 化解丈夫口不责言的尴尬 女人们都离开后 父亲顾手而言她的问梁多工作上的事 那些什么修复方案其实她也不懂 说这么多只是为了关心儿子一句 工作够吃饭吗 梁多还在为方才的失声父亲的气 他独气地说 足够养活带着脱油瓶的寡妇 梁多个引人的话 把父亲的关心都怼了回去 父亲觉得这个家没人重视他 连孙子们整天挂在嘴边的 都是最喜欢奶奶家 可这个家明明是他辛辛苦苦打拼来的 父亲像个小孩一样闹别扭 躲在斩所办公室里生闷钱 女儿来找他跟大家聊天 他就立马假装再做简报 将女儿打发走 父亲跟家人聊不到一块 唯有对外人才会稍稍斩露油软的心 只要街坊邻居恭敬地叫他一声 横山医生 就能让他在家板着的脸笑着眼开 他也愿意跟不是新生的孙子 纯聊未来的人生志向 跟他说当医生是很有意义的事 这些事他也只能跟纯说 因为他觉得儿子良多 不愿意顺从他的想法 当一个医生 但父亲不知道的是 良多并不是不想当医生 良多只是不想当死士大哥的体身 如父如子 父子良的脾性像极了 憋在肚子里的话千回百转 一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他们就这么拧巴着 别扭着 而内心的感受却从未来得及说 与寡言古板的父亲不同 母亲耿直 爽朗 母亲会跟女儿吐槽自家老头 因为不想有损横山医生的形象 退休后即便无所事事 也不愿意帮他到便利店买东西 他还直言不讳 自己打心眼里 并不喜欢尤加利这个媳妇 他觉得尤加利是个恶手货 他心疼自己的儿子 会被拿去跟人家死去的丈夫做比较 可他们自己何尝 不是把这个儿子 拿去和死去的儿子做比较呢 面对现实的女儿 女儿想要拆掉父亲的家庭小证所 改建成住宅 搬过来和他们同住 母亲只是委婉地拿出 父亲可能不喜欢来镇住女儿 说着 两多提议去给大哥扫墓 把母亲从这个话题中解救出来 母亲给纯平的墓碑 浇上一勺勺凉水 嘴里练练油瓷 天这么热 浇点水舒服些吧 浇完水 母亲费力地弯腰 拔掉坟墓四周的杂草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让他心有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母亲一直记得纯平那晚 难得独自回家过夜 当时他在玄关擦鞋子 突然说要去海边 当母亲从厨房 探透提醒儿子要小心时 玄关早已没有纯平的踪影 只留下一双擦得雪亮的鞋子 这些年来 母亲一直在懊悔 如果纯平当时早点叫他 他是不是就能阻止儿子去救人了 答案不得而知 只剩母亲在现实 和如果之间做困手动 就绝于当年那来不及的 一念之差 回来路上 母亲抱怨这个坡越来越难爬了 要是有车坐就好了 他从以前就梦想着 可以坐着儿子的车去购物 还没有驾照的梁多 只是笑笑说 都走路 有助于身体健康 母亲没好气地说 这真是健康的运动啊 下午当年被纯平救下的梁雄 像往常一样如约而至 梁雄混了几个学校 终于准备冲大学毕业 本来打算进去媒体界 结果处处碰壁 目前在一间小型广告公司打工 帮忙做做超市传单之类的 还没有拿到编制 说完寒暄话 梁雄敲了同庆 诚信了几点纯平后 便要离开 母亲笑领盈盈地对梁雄说 明年请再来看我们 请务必再来做做 我们会等你的 梁雄面露难色 但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毕竟谁能拒绝 救命恩人家人的请求呢 梁雄一走 母亲就恢复毒涉的本性 嫌悟梁雄吃太多 长得太胖 而一直背对着 大家的父亲也发话了 为了救那种废物的一条命 为什么要牺牲我的儿子 梁多看不惯 父亲觉得大哥什么都好 他想为梁雄抱不平 更想为自己 常年生活在 被比较的阴影下邪恨 不要擅自比较 他人的人生 我想他也一定很努力了 或许只是未必 事实如意 可是爸爸却直接批评 他没出血 大哥要是还活着 也不见得有出血 人是很难想的 话语刚落 梁多就后悔了 这时 千奈梅的丈夫幸福 从房间出来 笑着说 听大家一直讲 没出血没出血的 还以为是在说我呢 害得我都不敢出来 原来是指梁雄 那我就放心了 大家都笑了 顺着这个欢乐的氛围 母亲说梁雄长得 很像一个相扑手 但她怎么都想不起来 那个相扑手叫什么名字 千奈梅一家 没有留下过夜 吃完饭 尤嘉丽看到父亲 有个房间放满了黑胶唱片 她推测父亲 一定很喜欢听音乐 母亲悠悠地说 你们父亲 还会在卡拉OK唱演歌呢 岛金小姐的赫尼卡上写道 我好想再听 恒山医生唱新 尤嘉丽顺势问 有没有对两位 意义深重的歌呢 母亲拿出一张 黑胶唱片放 悠扬的女生飘出 是甜蜜情歌 蓝灯下的横冰 母亲跟着哼唱 父亲埋头吃饭 梁老都没有说任何 他们关于这首歌的 甜蜜故事 只是梁多突然想起 在大小时候 母亲常常会 独自哼唱这首歌 这首歌是公平 哼唱给情人听的 当年忍子背着梁多 跟踪丈夫 到那女人的公寓前 房内传来 丈夫温柔的歌声 忍子没有当面 戳穿丈夫的不忠 因为割舍不下 年幼的孩子 太忍了 他买的这张唱片 偶尔翻出来听 一个人啃吃这份苦涩 如今孩子长大了 就是重提 他在没有必要 替丈夫的不堪 遮遮掩掩 晚饭过后 母亲在边做事物 边想那个 很像梁雄的上铺手 到底是谁 梁多说了几个名字 母亲都说不对 梁多转而说 该放过梁雄了吧 每年过来 对他来说 简直是酷刑 母亲微笑着说 正是因为这样 才要约他来啊 才十年就淡忘 太便宜他了 无论是不是他的错 从父母的角度来看 都一样 是他害全平 当了提死鬼 梁多不理解 母亲心里的痛 这种痛足以让母亲 已而知名复仇 足以让死去的儿子 在母亲的心里 又活过来 当母亲看到 今早坟墓附近的 小黄蝶 他失了魂 一样地追着蝴蝶 他觉得那是 纯凭幻化成蝶 回家了 临行前 三代同堂 一起去海边 母亲特意嘱咐他们 要注意安全 不要到海里去 一路上 三人只顾着 步履不停 并无多言 到海边 梁多主动跟父亲搭话 问他以前关注的 棒球队怎么样了 谁知父亲说 现在大家都看足球了 找一天 带纯的小资 一起去横冰体育场 看上足球赛吧 梁多随口答应了 好啊 再约吧 在归城的车上 梁多才终于想起 那个像不守的名字 却已经来不及 告诉母亲 三天之后 父亲去世了 梁多一直没有来得及 和父亲去看足球赛 总是和父亲 争吵不休的母亲 没过多久 也追随父亲去了 和梁多也没能来得及 实现母亲想要坐车的梦想 每次都像这样迟了一步 还来不及好好道别 便已被生活裹挟着 步履不停地向前 但这也是我们 在不断失去的日子里 能得到的人生狂威 好了 我是K猫 2018年的招聘开始了 如果你脑洞大 有创意 如果你是动漫爱好者 故事爱好者 或是电影爱好者 你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 看电影了没 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